女孩缓缓走到车灯前 露出伤痕累累的肌肤 这一幕让车内的男人亨利心疼不已 连忙赶上前去追问 原来那天晚上16岁的克莱尔 并没有守约去和未来穿越过来的丈夫亨利约会 而是去参加同学举办的聚会 虽然彼时他还不确定这人未来是他的丈夫 克莱尔只是为了让自己迈出那一步 尝试除了亨利之外的生活 所以他主动向别的男同学抛出橄榄枝 但是到一半时他后悔了 返回树林想找亨利哭诉 但41岁的亨利立刻消失在他面前 让克莱尔内心充满痛苦无法释放 亨利很快又来了 但这次是32岁的亨利 克莱尔也一反常态 不苟言笑没有了往日相遇的兴奋 甚至开上父亲的车带着亨利在街道上肆意驰骋 不顾行人和来往的车辆 这一反常的行为 让亨利意识到一定是用什么事情发生了 于是在他再三逼问下 克莱尔还是说出了真相 亨利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看到他决绝的表情后 他终于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32岁的亨利打电话给24岁的亨利 要求他今晚8点整到10点整之间 不要一个人待着 现在他需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回到车里 他让克莱尔回家待着 此刻他应该也得有不在场证明 但克莱尔拒绝了 他想亲眼看到那个畜生下地狱 晚上8点 亨利敲开了那人的房门 一看到那个男人 就举枪瞄准他 让对方乖乖躺进他的后备箱 否则就让他在这里品尝子弹的味道 没想到这男学生直接吓尿了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车开到一半后 克莱尔似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 说现在反悔不想杀对方 只需要一顿教训 这句话让亨利如释重负 忍不住开玩笑说这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 看到亨利不以为然的态度 克莱尔走到汽车前面 上演了开头的那一幕 很快这个人就被亨利绑在树上了 愤怒的亨利无法忍受 所爱之人被他人如此摧残 杀戮的欲望正在他的内心疯狂高涨 男同学看到克莱尔在旁边出后 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因 开始试图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是克莱尔自愿的 甚至第二天早上表示昨晚的愉悦 这些话当然让亨利很不舒服 克莱尔也是哭泣地解释道 事后的自己太过害怕与恐惧 才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来安慰自己 可事实显然是做不到 男同学一个劲地继续狡辩 亨利从来没有告诉过克莱尔真相 只是担心他知道后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现在既然他已经知道了 亨利也向16岁的克莱尔 表达了十年来未曾开口的爱意 但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亨利穿越时间线回到妻子的工作室 一眼就看到了家中一直摆放的标记笔 24岁的克莱尔也走出卧室 问他这次去了哪里 亨利没有回答 只是问他用这支笔做了什么 但克莱尔只是笑了 今天是女孩克莱尔18岁成年之日 是他期待已久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他终于可以与喜欢的男人亨利在一起 虽然此时穿越过来的亨利已经有41岁了 男人亨利有时间错位症 穿越时间和地点完全失控 甚至生命总是受到威胁 他总是穿越到自己最在乎人的时空 这也让亨利在第一次遇到克莱尔之前 已经见过他152次了 时间跨度从他6岁到20岁不等 长期的陪伴也让年轻的克莱尔严重依赖他 他甚至问35岁的亨利 他们是否能永远在一起 面对少女怀春中的克莱尔 亨利觉得此时并不是说出真相的时刻 但他不知道 爱上亨利的克莱尔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那天早上克莱尔突然听到亨利的呼唤 立刻从床上弹起 穿上简单的衣服就冲了出去 谁知道他在丛林里没有看到亨利 反而差点被打猎中的父亲误杀 他擅自闯入狩猎区 这让他父亲非常生气 他告诉女儿这里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但年少的克莱尔则是更多担心 他疯狂地在丛林中蹲跑 拼命地喊着亨利的名字 终于在雪地上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这不是克莱尔的幻觉 当亨利穿越时身体的一部分都会留下来 并随他一同穿越回去 这滩消失的血则意外 亨利可能即将遭遇不测 当克莱尔再次见到32岁的亨利时 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害怕哪天会看不见他 可比时的亨利并不是很在乎 即使当克莱尔直接了当问他的妻子 是否是他自己时 他也说了一个谎言让他后悔了一辈子 女孩的尊严让他说没关系 但眼泪仍然本能地掉落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亨利总是故意与克莱尔 故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在16岁叛逆的年龄 总让他想做一些事来刺激亨利 直到自己18岁那天 克莱尔才得以鼓起勇气向亨利邀请 但矜持的亨利表示有自己的原则 哪怕他们将来会结婚 当下在过去也不能与年轻的克莱尔发生关系 可是这也是12年来152次见面的最后一次 下一次相遇都要到两年后了 于是在即将离别氛围的烘托下 两人还是沉沦了下去 等傍晚降临 落日余晖之下 两人还没能说完分别之言 亨利就消失在他面前 独留一片孤寂且窒息的空气 而41岁的亨利此刻却穿越到了两年之后 正是克莱尔第一次认识28岁亨利的时间点 此刻刚好带着他去见闺蜜和闺蜜男友 光着身子的亨利只好上门来求助 得知从那个时间点过来的克莱尔 万分惊喜眼前的男人 这才是他所渴望的亨利 而不是一旁不够沉稳的亨利 但随之而来的不光有老亨利 还有28岁亨利的前女友 上门来挑衅意外插脚的克莱尔 不过没想到是 前女友也清楚亨利穿越时空的能力 现任与前任分别爱上不同时间段的亨利 不知饭桌上将会上演怎样的修罗场 克莱尔带着自己刚认识没几天的亨利 去面见好友 可没想到老亨利也穿越过来 顺带过来的还有年轻亨利的前女友 两个爱着亨利的女人 相互过招来展现与亨利的关系之深 但饭桌上关系的复杂性超乎想象 就在克莱尔19岁的时候 他和他最好朋友的男朋友大胡子发生了关系 克莱尔醒来后非常后悔 他为他最好的朋友和亨利感到难过 大胡子趁机表达了他的爱 事实上他也的确喜欢克莱尔 克莱尔只能说服自己爱着亨利 但亨利此时并没有与他相遇 大胡子只好独自出去喝闷酒 巧合的是刚好遇上彼是27岁的亨利 正与现任女友在马路上大声争吵 正愁眉气撒的大胡子 当即见义勇为拦住了亨利 直到一年后才遇到28岁的亨利 所以才会觉得眼前的人有些眼熟 思索片刻才回忆起来 认识年轻亨利不久的克莱尔正要和闺蜜吃饭 因为41岁的亨利第一次穿越来这里没有合身的衣服 就一直光着身子在房间里闲逛 在谈话中小亨利知道41岁的亨利 从克莱尔18岁生日那天起 他们就依偎在一起了 虽然28岁的亨利是正式男友 但相比更加年长的亨利 克莱尔与他享识的时间要更久 但他没想到克莱尔会在6岁时就认识亨利 晚宴开始了 两个亨利同时出现 震惊了所有人 经过一番解释 他们终于明白了一切 也接受了亨利拥有时间穿越的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 41岁的亨利披着毯子 是克莱尔18岁时两人共度春宵的毯子 41岁的亨利也偷偷把未来的股市行情写给了胡子男 因为在未来大胡子是他最好的朋友 总是帮助自己 当然他也会通过预见未来 偷偷买一些彩票给克莱尔过富裕的生活 性格直率的前女友一针见血的表明 克莱尔只是爱慕着老亨利 却妄想对当下的小亨利下手 从某种意义上两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脾气和精力有想当大的转变 可这时前女友察觉到老亨利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恍惚 并意识到将来是自己死了吗 便哭着求老亨利说出自己未来的结果 就这样老亨利又消失了 事实上这不仅是对前女友的话 也是对克莱尔的话 因为老亨利从来没有见过42岁以后的自己 人们在将来终有一死 无论什么结果最重要的都是珍惜当下 享受面前的人生与生活 当时间匆匆流转 生活的忙碌让我们不禁迷失自己 然而活在当下 爱身边人是我们重新找回平衡的关键 28岁的亨利感觉到克莱尔的担忧 向前安慰失落的他 虽然当下自己并不是那个更好的亨利 可终有一天 他会成为那个克莱尔梦寐以求的亨利 只有愿意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而克莱尔希望活在当下 意味着抛开过去的烦恼和未来的困扰 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 学会感受亲人的温暖 朋友的陪伴 爱人的爱意 这些是他生活的支撑 也是他的力量源泉